第一间银行我选择了大宗银行 因为有网友声称这个银行是可以提款的 这是我第一张支票 所以我希望顺利的通过 西联汇款是可以通过全球国际快速的汇款 很可惜的 Google宣布从2020年8月起 我们就再也无法使用西联汇款付款的方式 结果银行服务员要我回到第一次申请 这个银行的地区做提款 也没说出理由 就是不办给我 这边和那边的都是一样的银行 试问问有分别吗 服务员表面不情不愿的说 他们没有这个服务 心情超低落的 因为他们没多说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意见 我想身为银行服务员 应该也续懂得基本知识吧 之后我选择了 BSN 我的心情是已经下降了50% 他们会不会也是一样样的 我没有这个银行误口 但我还是想进去试一试 服务员很友善的告诉我说 西联汇款银行系统暂时无法使用 服务员建议我尝试到附近的贸易银行 像是CNB NBANK MAYBANK 试试 看看吧 这就是顾客服务 起码懂得对顾客的一些基本需求 虽然当时的他们很繁忙 但是他们还是很友善 很耐心的对待 对这间银行的评价 我想给他们的态度是一级棒的 最后我来到了马来亚银行 心情还是很低落 害怕会不会再次被拒绝 我向一位服务员询问 并解说我是第一次收到Google AdSense支票 然而我不懂如何提取 这位服务员友善的把我带进银行 并且开始协助我的需求 服务员需要我的身份证 和询问我是不是支银行的会员 我说是的 我是拥有你们银行物口的会员 友善的服务员说 好的请坐下稍等 服务员拿了我的身份证和支票进行检查 15分钟后 服务员解说 银行目前只能收取 不能立刻取钱 而且需等待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过账 最后银行用了45天过账 时间虽然长了些 但总好过没收到 手续费大概会被扣除5% 马来西亚地区 你一定会疑问我 我一开始为什么不去马来西亚银行 因为很多网友都是直接提款成功 不必等待一个月时间 谁会想要等到花儿也谢啦 直接领取不是很开心吗 也因为刚好我想尝试这些银行服务态度 如果被马来西亚银行拒绝了 那么我就只好一间一间对银行去尝试 好吧 如果你也有类似经验 请留言 让大家一起讨论 或者分享